很遗憾的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在新版本 步枪机枪全体被变相削弱了 从枪械的数据来看 AUG确实有小加强 伤害从42增加到了43点 8M4的射速也加快了 全自动三连发后座力也低了 但和枪械的整体环境相比 这些加强只能算是毛毛雨了 因为和平基因的大部分枪械都被全体加强了 中方枪全体增加了2-3点打身体伤害 射手步枪全体增加了5-7点打身体伤害 专居全体增加了36-63点打身体伤害 首枪全体增加了4-9点打身体伤害 而步枪和机枪的伤害却没有增加 相同的环境下 其他武器加强了 你没有加强 那就属于是削弱 能替代步枪和机枪的武器有很多 近战能用冲锋枪替代 中原战能用射手步枪专居替代 步枪机枪的强势范围也就只有中距离了 不过和步枪机枪相比 最惨的还得是线弹枪 大部分武器加强了 步枪机枪数据没有变动 线弹枪的伤害却还削弱了9-18点 新版本基本可以宣告线弹枪进入下水道了 冲锋枪的性价比高太多了 所以较为预测 新版本冲锋枪用的人将大幅上升 射手步枪和栓居的人气也将大涨 步枪机枪的使用率会大幅下降 线弹枪则进入下水道 好了 我们下期见